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吹哨吓到前辈 齐摩托亭甩飞导演 节目堪称王一博利险计 第五季 这是街舞节目播出后的效果不如以前 收视率也比以前差 观众会觉得节目的赛制会有一些疑问 内容也有些敷衍 但王一博肯定是承包了节目的大部分亮点 从本季节目每一期的字幕中也可以看出 王一博每次都会上榜 这也证明了王一博对节目的贡献是得到节目组的认可的 之前的节目几乎都是室内互动和游戏 但最新一季的节目也增加了一些户外活动 无论走到哪里 王一博都会坚守自己的裤盖身份这一次 王一博在节目中现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 导演竟然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节目中导演 几位队长还有一些舞者一起参加室外活动 王一博开始展示自己骑摩托艇的技术 在骑的过程中 王一博还在后面带着节目组的导演 就在王一博在享受骑摩托艇带来的快感的时候 在一个压弯的过程中 后面的导演就已经被甩到水里了 后知后觉的王一博开始连忙道歉 声称自己不是故意的 站在一旁的其他舞者和队长们都忍不住笑出声 看到这个瞬间之后 网友们都表示这一次节目的综艺感实在是太强了 而且大家都希望导演能够做节目的常驻嘉宾 导演和王一博之间 似乎总能够有一些惊喜的化学反应 这一次节目的看点和笑点又是王一博贡献的 虽然王一博走的从来都不是孝星的路线 但是他总是有一些莫名的喜感 他的综艺感不同于一些刻意制造的笑点 而是水到渠成的感觉 这次户外的互动设计还是非常惊喜的 尤其是几位队长之间的互动 节目中王一博作为裁判负责吹哨 在吹哨的瞬间 王一博两边的脸颊瞬间膨胀 而且还有一个瞬间 他突然吹哨把旁边的寒羹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在这个节目中 粉丝们还能看到王一博的奶镖重现江湖 王一博试图重立酷盖的人设 却因为导演落水而翻车 然而奶盖的人设却在不知不觉地立住了 吹哨吓到自己的前辈 骑摩托艇直接把导演甩飞 王一博在这个节目中一边贡献笑点 一边不停地道歉 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王一博已经带了三戒了 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 确实更加适应节目 而且也能够更加自然地 和节目中的其他人互动 王一博之前也曾提过自己是一个慢热的人 或许刚开始的时候 他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高冷的 但是只要了解起来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从节目中也能够感受到 王一博这一次玩得真的非常开心 而且这也是这一季节目播出以来 效果最好的一次 看到王一博在节目中的种种表现 感觉这档节目可以直接更名为 王一博历险记了 好在王一博一直都是节目的团宠 这一次的节目效果绝对满分